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这次是我错 以后他就要别惹你 估计你要再冲动的话 你家里人就该来找问了 我家里人找过你 他们经常这么干吗 所以你答应了 如果我答应了 你以后是不是又不会再来找问了 也是 你也是个蛮骄傲的男人 能拿钱买走的爱情 你应该也看不上 所以你不跟我在一起 到底是因为钱 还是真的不喜欢我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 那我不会再纠缠你了 喂 怎么了 在干吗呢 陪我聊两句 我在准备跟宇宙通灵 什么东西啊 你说点人话好吗 每日占星的 占星 准吗 你帮我月转转 喂 喂 你那位富二代小帅哥 最近如何呀 出局了 为什么雷厉把我卖了 为什么雷厉毫不犹豫地就把我卖了 你这是占星吗 你这是灵魂拷问 我就想知道这些 行吧 你随便说三个数字我帮你看 三个 一 然后七 再一个十三 你抽到三张神牌 还是都是阵位 教皇 战车 太阳 什么教皇 战车 太阳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我老板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你这个小学机能好好发育 走往一天可以是你祖国的太阳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到底会算还是不会算 那他真的会因为钱把我卖了吗 我想 不会吧 就算他真的拿了钱 那他还能不能把我买回来 跟你说太深你又听不懂 简而言之你又不信 那个 我刚刚在前面办事 车坏了 回不去了 打车 没带钱包 现在都是手机支付 我要是手机有电 我就自己交车了 我给你一百块 好了 我说的都是借口 我就是想跟你多聊几句 声声探探 说吧 想谈什么 其实我之前一直以为 你会喜欢那种欲擒故纵的桥段 所以我就演了一下 那现在怎么不演了 我演得太差了 自己演独角戏 我感觉你也不在乎 想想真的太失败了 然后在家等了好几天 结果连条微信也没有 但我实在太想你了 我就忍不住跑了过来 等不到就不要再等了 怎么可能 我这辈子除了上班跟上学 从来没对任何事情认输过呢 那你认输的事情还真挺多的 雷丽 你就不能认真听一下我想说的吗 之前他们都说我对你是一时兴起 说我不可能会坚持 说得我自己都怀疑 但那次你跟我妈见完之后 我真的特别难受 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明白一点了 为什么我能坚持那么久 每天给你做饭送饭送花 还每次坚持看狗的一面 跑去见你 而且我每次都能那么地期待 那么开心 这是为什么呢 这代表 这不是扎间之欢 而是久处不厌 有的时候 人会把习惯当成习惯 但没有任何事情 任何人能成为我的习惯 只有你 是的 对 我每次都能担心